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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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小姐 你今天找我来 就是想当面教训我 是不是 对不起 我树南奉陪 那价值几亿的大项目 您也没有兴趣吗 你到底想说什么 最新的BOT项目 您应该知道吧 如果我帮您独自拿下这个项目 那您以后搬到其他竞争对手 简直是易如反掌 所以 今天我是来跟您谈合作的 我愿意当您在风华的内应 帮您拿下这个项目 可你是陶世韻的女儿 可我并不是她的女儿 陶世韻以为我是她送给别人的女儿 但是后来我调查过 其实我并不是 那你拿什么来证明 你不是陶世韻的女儿吗 伯父 我太了解您了 如果我真的把证据摆在您的面前 我怎么保证您不会烦恶我一个 你以为我那么好骗哪 你既然知道你自己的身份了 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呀 我当时已经进入了风华企业 而且急着 希望靖晨也能在那里安身 陶世韻他信任我 重用他 我的赵家有身份有地位 我凭什么来帮你呀 那你为什么现在又回心转意呢 因为靖晨在赵家过得并不开心 他抢走了我那么多的客户 他应该很开心才对哦 他没有这么想过 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 靖晨并不想这么干 不管怎么样 他始终是您的儿子 就算你们有天大的误会 您还是在他心里的 你抢走了我那么多的客户 你今天来找我随便说几句 以前的事情就可以一笔勾销了吗 您怎么看我 我并不在乎 现在我在乎的是靖晨 我不想我的男人过得这么窝囊 所以我想跟靖晨一起回孙家 我明白了 你今天来找我谈 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项目拿下 然后你嫁到我们孙家 是这个意思吗 风风光光 那靖晨知道吗 你今天完全可以把靖晨带来啊 让我们俩当面把话说清楚 不就完了吗 你为了这件事 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啊 沈小军 你真聪明啊 回去给陶世韵问个好吧 你告诉他 BOT这个项目我志在必得 不是我不想说 是我怕我说了 靖晨就不会回来了 靖晨不回来了 对 因为赵晓云 赵晓云 伯父 中间的戏之末节 我不想再跟您多讲了 但是我想回孙家 我想和靖晨一起回去 如果靖晨离开我 我真的活不下去 这个我还真的没有想到 不过像你这样的女人 嫁到我们家里来 我是应该要 好好地考虑考虑 难道您不想拿下 那个BOT项目吗 你就那么有把握 能拿到这个项目吗 当然 别如果需要 小军 你说得很有道理 就照你说的去做吧 妈妈一定会全力支持你的 谢谢妈 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麻烦帮我问一下 董事长在不在 好的 你稍等 董事长 赵特朱要见你 让他进来 好的 你可以进去了 谢谢 妈 小云 你找我什么事 我已经请专家分析过这个BOT项目了 如果我们公司争取到的话 他一定能够为公司赢得巨大的利益 我刚好跟小军在讲这个事情 我打算接受他的建议 开一家创投公司 拿下这个项目 创投公司 你今天哪来这么多钱 开创投公司啊 所以我打算把我的股份 通通拿去银行抵押 筹字帮他开公司 等等 妈 直接用我们风华的名誉 去竞标就好了 干吗多此一举 给姐姐开公司啊 小云 你知道公司里的人 是怎么说我跟靖晨的吗 他们说 我靠妈 靖晨靠我 我是没所谓了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靖晨的感受 只要我们两个人 现在还在疯狂 不管我们表现得多好 在外人开来 我们都是沾了妈的光 这样做事为手为脚 很难施展的 可是如果万一 你是不相信靖晨的能力 还是我开公司 还是我开公司 你不服气 你不服气 好了 你们两姐妹 不要为了这件事情不愉快 是吗 小云 妈这可不是偏心 如果你想要成立自己的公司 妈也一样会全力支持你 妈 我可不可以求您收回成命啊 您怎么可以拿自己的股权 我们开玩笑呢 那可是您和爸爸一辈子的心血 万一又是没有了 您连东山再起的机会都没有了 怎么会呢 小军跟进城的能力 你又不是不知道 事情不会坏到那种地步的 来 坐 可是不怕一万 只怕万一啊 您从小就跟我讲 您从小就跟我讲 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故事 您也教我做人 不能不给自己留条后路 可是现在倒好 您不仅把自己所有的股权 拿去银行做抵押 还把家里全部的钱 拿给小军开公司了 您这样已经违背了您的做事原则 原则不变 方法可以变呢 就算新成立的创托公司 它真的出现了问题 还有母公司可以支援呢 而且小军答应我 公司任何决策都会找我商量 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中了 不会有问题的 话是这么说 可是 小鱼 你从小就生心谨慎 这样很好 可是妈妈在商场上打滚这么多年 我可不是省油的灯啊 放心好了 就算是帮妈妈的忙吗 妈妈想帮小军弥补一点 赵小云 我就知道你会私下再找妈说这件事 妈妈想帮小军弥补一点 妈妈想帮小军弥补一点 赵小云 我就知道你会私下再找妈说这件事 你让我去当创投公司的总经理 是啊 这是我们共同创立的公司 所以总经理非你莫属啊 可是我还是不想用赵家的钱 我觉得这样并不合适 如果你这样想的话 等你回到孙家 再把你该出的那部分钱还给我 那现在呢 就当是我帮你垫付的 好不好 好了 别再犹豫了 这是个好机会 我们不能错过哦 这件事情 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呢 你知道我对商业的竞争 一点兴趣都没有 那万一我要是拒绝了你 你对你母亲怎么交代呢 对不起 是我不好 是我太心急了 我不该先斩后奏 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 好不好呢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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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我 都可以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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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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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感谢各位媒体朋友 光临龙岳创投公司的开业大点 也感谢各位同仁 能够过来给我们捧场 谢谢你们 孙祖经理 您说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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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记者朋友 请不要着急 我们会一一回答 大家的问题的 说两句吧 可是您再说两句 您有什么投诉计划 您有什么投诉计划 对啊 您有什么投诉计划 师徒师长 我们就是想了解一下 初衷公司是不是您主持的 对啊 大家不要着急 一个一个来 公司第一天开幕 就有这么多媒体朋友来捧场 可真是好的开始啊 喂 是 一定要回去吗 好吧 公司临时有事情要我回去 小云 一起走吧 不了 妈 我和师生走 你们先走吧 嗯 那你帮我跟小军说一声 嗯 走吧 喂 这又没有我们成事 留下来干吗 我 自然有我的打算 我们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今天辛苦你了 不会 你们还没走啊 姐 姐 我有事想跟你说 什么事 说吧 我们 去你办公室说吧 我 你 你 有谁 好 好 什么事啊 说吧 这间公司 倾注了妈一辈子的心血 我想来提醒你 最好好好经营 如果遇到什么困难 可以提出来大家商量 我们可以帮你 这些话用得着 你来告诉我吗 再说 今天是我公司开张的第一天 你就跑来找我说这些晦气的话 到底什么意思 你要是质疑我的能力就直说 用不着这么拐弯抹角的 我不是质疑你的能力 只是 不想发生什么意外 毕竟妈年纪大了 经受不住太大的打击 意外 你觉得会有什么意外啊 我明白了 你特地将妈支开 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话 原来你这么不信任 我信不信任你不重要 而且我也知道 你根本就不在乎我对你的信任 你明明知道妈妈对你有求必义 就是因为她觉得太亏欠你 我之前就奉劝过你要收敛一些 你不听 没有办法 我既然阻止不了 我就得时常来提醒提醒你 毕竟 赵家所有的资产都在这儿 真是辛苦你了 那我也顺便提醒提醒你 现在这些资产 全部都在我的手上 我想怎么安排那是我的事情 就不劳你操心了 好了 你也不要生气了 就算你不相信我 你总该相信静晨吧 他可是这家公司的总经理 所以经营没什么问题的 我们一定会做出一番成绩 不然 谁都丢不起这个人 你呢 就睁大眼睛 好好地给我看着 我跟静晨 马上就会迈出成功的第一步 等等 今天是我公司开张的第一天 你又是我的好妹妹 难道不该说些祝福的话 送给我和静晨吗 怎么啦 脸色那么难看 没有啊 还说没有 自从你从小军办公室出来以后 脸色一直都很难看 对了 是不是小军欺负你了 欺负你跟我说啊 我找他去 没有啦 公司刚刚开业 而且 我好像也不太好 你不好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 我现在见他 居然都开始不自信了 我总觉得 说不定他还挺好的 他好什么啊 我觉得你挺好的 你看你长得漂亮 身材又好 最重要的是啊 你心里善良 对自己自信一点 别哄我了 没哄你啊 我说的是真的 那为什么静晨喜欢他 静晨跟他在一起 而不跟我在一起呢 这个 到底是什么事 难道金晨真的有什么苦衷 你怎么脸色还那么难看啊 小雨 你这个样子 我真的心里很难受啊 今天把你终于身上 好了 只要有我這個戰友在你邊上 你跟靖晨的事情 包在我身上 算了吧 當初是因為你忘不了靖晨 所以我才放棄追你的 如果你真的要是算了的話 那我可就要繼續追你了 我的戰友 不要把時間浪費在我身上 走了 別開玩笑了 小 曉雲 我說的是真的 曉雲 我是認真的 曉君 曉雲找你做什麼 沒什麼事情 你呢 你那邊還好嗎 公司剛成立 有很多事情要忙啊 不好意思啊 因為剛剛成立的緣故 所以很多事情 還要勞你費心了 我愧盡理於她 對了 比喻提搶母 你有幾分把握 你知道 孫偉濤的弱點在哪裡嗎 孫偉濤這個人 最擅長的就是分析 以往她想中標的項目 八成都會順利到手 那是因為 她聘請了一批精算師 在為她工作 換句話說 就是她的底標價 都是經過特別嚴格的審核把關 一旦決定了 就不會輕易更改 這恰恰也成了她的弱點 那我就必須要拿到她的標書了 如果你能拿到她的標書 只需要在她的底標價上 再加上那麼一點兒 那這次中標就十拿九穩了 好 小君 在想什麼 沒什麼 我剛才在想 我們好久都沒有回去看看奶奶了 也不知道她現在身體怎麼樣 其實我挺內疚的 我剛離開家的時候 奶奶的病還沒完全好 這麼長時間沒看見她 也不知道她現在怎麼樣了 我真的挺擔心她的 京城 對不起 讓你受委屈了 對了 我有一個主意 現在這個時候 你爸不是在公司嗎 我們正好趁這個時間 回去看看奶奶和伯母 好不好 慢點兒 慢點兒媽 京城 京城 奶奶 你可回來了 叫奶奶看看 你在外面受了不少苦吧 你看看你兒子 這臉都瘦了 何止啊 我剛才摸摸她 身上就只剩下骨頭了 媽 沒那麼誇張 一點兒都不誇張 就是瘦了媽 媽和奶奶想你 想給你打電話 可你媽怕給你壓力 不讓我打 你都不知道奶奶和媽這些日子 有多難過呀 都是我不好 要不是我的話 事情就不會變成這樣 你還知道啊 我聽說你在趙家如魚得水 還替趙家搶了不少我們的客戶 把京城他爸氣得個半死 媽 你說這些幹什麼呀 京城 你們既然回來了 不如留下來吃晚飯吧 我看算了吧 再晚點兒爸就回來了 不要緊哪 有奶奶坐你靠山 她要敢對你們怎麼樣 我們上下一條心 把她給趕出去 是啊 別怕啊 有媽在呢 媽心裡有數 你爸呀 犯不出天 伯母 奶奶 我去趟洗手間 你們先慢慢聊 好 你這孩子 總算見到你了 哪有 幹嘛 zos的 這是什麼 这可怎么办 一点线索都没有 你要我去偷孙伟涛的标书 你怎么可以叫我做这种事 你绝对不行呢 珊珊 我这次真的是没有办法 所以拜托你 你帮帮我这一次好不好 老实跟你说 就算我想帮你 我也不知道孙伟涛 把那标书放哪儿啊 再说 你不觉得你自己 越走越偏了吗 你不担心有一天 要是静晨知道了 你用这种手段 他会怎么看你啊 我现在是七湖南下 管不了这么多了 珊珊 你是我的好朋友对不对 你会帮我的对不对 小军 我真的很担心你啊 你再这样下去 总有一天会出事的 你听我一次 停手好不好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 那我就去陪你找你妈 叫她别逼你了 她没有逼我 我之前帮爸报仇 是因为我妈逼我 对付孙家和赵家 但是现在我发现 我真的爱上静晨了 我必须要捍卫我的爱情 所以我不能让赵小云 对我们的感情产生任何的威胁 可是这是两回事啊 这就是一回事 珊珊 这件事情 我没办法一句两句 对你说清楚 但是请你相信 我对静晨的爱是真的 我只有你这么一个朋友 如果你都不帮我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珊珊 只要你愿意帮我 我可以为你做牛做马 我做什么都可以 我求求你 没找着 我整个书房都找遍了 可是还是没有找到 那就想想别的办法 孙伟涛在家里面 最信任的人是谁 那你就从这个人身上下手 据我以往的观察 孙伟涛的妈妈和老婆 都不太关心公司的事情 而且她还在家里面 而且现在静晨又在外面 孙雨晴 就是她最信任的人 既然这样的话 那你就去找她套话 用点手段 总能套出些线索 没有用 你没试过 怎么知道没有用 小军 这个项目我们势在必得 现在手上唯一缺的 就是孙伟涛的标书 若是实在没有办法的话 那我只能请孙雨晴帮这个忙了 让那个姓孙的不敢竞标 你说什么呢 我是说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很可能会暴露我 还好你提醒 到时候记得留点线索 好赖在那个陶氏运的头上 好 我现在就打电话约孙雨晴 诶 等等 别打 为什么 我问过她了 她什么都不知道 你疯了 竟然把自己的底牌 透露给孙雨晴 那这样子的话 我必须要孙雨晴帮这个忙了 好 我现在就叫人 你别打 别 你干吗 你护着一个孙静晨还不够 现在还护着孙雨晴 她不是雨晴 你说什么 孙雨晴是深深假扮的 好 这么重要的事 你居然没跟我说 我也是偶然才知道的 我觉得这跟我们的计划 没什么关系 所以就没跟你说 你给我记好了 只要是跟孙家 赵家有关的 这都是重要的 不管是大是小 我都要知道 既然这样 我们就不找唐珊珊了 找她爸 她爸什么都不知道 你紧张什么 你不是说唐珊珊不愿意帮忙吗 那我就给她找个理由 让她愿意帮你 你不要伤害别人的家人好不好 这件事你别管 回去乖乖地等着 做好准备 下次你回孙家的时候 孙伟涛就等着栽跟斗了 这个号上回出现了 这回肯定没戏了 胡扯什么呀 最近这些号码都在我的手机上 我在上面已经算好了 这次出的几率了 这么算不靠谱了 什么不靠谱啊 你懂得不同 这回肯定没有的 没错的 你相信我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就是这个号码 肯定是这个号码 你相信我真是 那我就听你的 是算过的 你看 就是这个号码 我们今天就买这个 是七 这些号码 电脑面前那个人就是唐富财 一会儿该怎么做啊 你知道呢 嗯 上次来就是六 这回家 真的假的 不蒙你们 我真的有特异功能 胡扯啊 你哪有那么神啊 我才不相信呢 骗人的吧 就是 你知道什么号码中奖 骗傻子吧你 不相信对吧 真的假的 不蒙你们 我真的有特异功能 你只有这么神 我就给你烧香磕头了 胡扯吧你 你们不相信对吧 我证明给你们看 都拿去吧 这 看到了 这号码真好啊 这一期的 能中奖就好了 中奖号码啊 真真的是 你别不信啊 等开奖前的一个钟头 你们就能知道 这个到底是不是中奖号码 神经病嘞 你当我们白痴啊你 你当我傻子 走走走走 这位兄弟 别走啊 我和你是有缘人 相信我 只要开奖前一个钟头来 保证能看到中奖号码 和我是有缘人 有缘人 老爸 你怎么幼稚泡面呢 讲都讲不听 来来来 我帮你把盒饭带过来了 在干什么 珊珊 你看这张纸上写的什么 什么都没有啊 怎么了 今天吧 我在路上遇到个人 他说这张纸上 写着接入碗中奖号码 这 怎么可能 对啊 我觉得这也不可能啊 可是他说它有特异功能 非得让我把这张纸带回来 老爸 那人很有可能是个骗子 你得当心点 他们呢 专门设陷阱来 吊你这种冤大头 你感觉你老爸那么好骗吗 放心吧 对了 到开奖时间了 我要去对奖了 谢谢啊 泡面就别吃了 我等会儿啊 去帮你买些牛奶 第141887的肯定新肠 哎哟 垃圾冻满了 怎么也不到呢 三 三 三 哎呀 哎呀 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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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哎呀 哎呀 气死我了 老爸 你还真期望这彩票能中奖啊 要是真的买彩票就能中奖 那大家都不必干活 就买彩票就行了 我看 以后还是别买了 没中奖还跟自己生气 何必呢 不 爸爸一定要买 爸爸一定要中奖 爸爸一定要中上大奖 让你跟着我过上好日子 哎哟 老爸 这冰箱坏了 你怎么都没跟我说啊 啊 我怎么不知道啊 哎哟 你呀 整天就只知道买彩票 真的是走火入魔了 没中就已经这样了 万一中了还得了啊 哎呀 我看你就先凑合着用几天吧 等我发了工资 再给你买台新的 哎呀 我看你就先凑合着用几天吧 嗯 一个骗子 中奖号码 在哪儿呢 在哪儿呢 大师 看清楚没有啊 你自己看看 中奖号码在哪儿呢 在哪儿呢 在哪儿呢 啊 我们中奖了 你干嘛 中奖中了 中奖啊 你看你看 你瞧 四个号码都中了 看见是没有啊 跟昨天晚上一样吧 真是 你看 真是 对 大师 大师 四个号码 下一期 瞧瞧瞧 真会中 就是这号码 对 神累啊 真有号码 对啊 怎么这个这个 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真和昨天晚上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对啊 再给一次机会吧 大师 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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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给我一次机会吧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大师 你知道这什么吗 你们要知道啊 这样东西 花了我大量的时间 是是是 大量的机 而打造出来的 我太觉得这个 它可以让你们知道 下一场到底是什么中奖号 对 你们知道吗 有 有 有 不过我有个要求 就是钱 要是我这么一算的话 钱 你们差不多每个人 八万 这么贵啊 贵什么贵啊 八万八十万我都要 我给 钱贵 都不贵 我不勉强 不贵不贵不贵 一点都不贵 不贵啊 对对啊 不贵不贵 这小哥要发大财了 小云 妈 这么早就在看报表 我和士生 跟几个精算师 约好了见面 想讨论一下 这个BOT专项的标价 所以我就先查查资料了 要不要一起去公司 我可以带你去 不用了 一会儿士生会来接我 您自己开车慢一点 小云 怎么了 妈妈知道 你跟小军处得不太好 可是她毕竟是你的亲姐姐 而且这个BOT的项目 事关重大 我希望你可以尽力帮助小军 让她顺利地拿到标案 我会的 而且这个BOT项目 也关系到我们整个风华企业 我一定会尽力协助她 你能这样就好了 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妈 您就这么相信她吗 傻孩子 她是妈妈的亲生女儿啊 就跟你一样 我怎么会不信任她呢 时候不早了 我该去公司了 妈妈再见 再见 嗯 妈这么心仁静 但我总觉得姐有点不对劲 不知道她在打什么主意 我该怎么提防才好呢 不如我去拜托静晨 请她帮忙看着姐 她应该会愿意帮我忙的 你怎么在这儿啊 有事情找我啊 有事情找我啊 没关系 说吧 没关系 说吧 我们出去说吧 什么事情啊 什么事情啊 有件事我想请你帮忙 是关于姐和BOT项目竞标的事 你放心 在公司上我会尽全力帮小军的 还有BOT的事情我也会尽力去争取 我也不是不放心 只是她现在既是风华的总经理 又身兼创投公司的董事长 我怕她忙不过来 小云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 这么体贴 这么关心你身边的人 你放心吧 小军的工作能力非常好 她的能力甚至超过我们的想象 静晨 有件事我想要问你 你说 静晨 1310 Sq 越来越远的霓虹 越来越深的伤口 越来越沉默的我 回忆还温热 我不能改变什么 这是你做的选择 无能为力原谅了你 又如何 一个人的错 两个人承受 说再多的抱歉也没用 给我一百个借口 让我相信是理由 怎么聊下一句话说走就走 给我你的借口你的理由 让我承受 还给你我的快乐 我的回忆我的冲动 爱情抹在手中 抓得越紧失去的越多 从今以后 告诉自己是关于你 不要再提 还是会一次又一次 让你闯进我冰冷的心 让我怎么爱你怎么停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